大家好,我是林吉祥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论时事学英语的节目 我们制作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帮助大家能够以英语谈论最近发生的时事 我们都很羡慕可以用英语谈论很多主题的人 但是他们都是平常靠着累积各种主题的关键字 才培养出这种能力的 所以我们也要养成习惯 都注意目前最热门的时事 用英文如何表达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A tour bus fire 最近不仅台湾与大陆 就连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 台湾在七月中发生的游览车 失火烧死了26个人的事件 我们对于罹难者以及家属声表同情 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谈论这个事件 在谈论之前 我们可以针对人事实力这个方面 这些方面来寻找这个主题的关键字 那现在我们就做一个示范 这样大家平常口诗或写作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些关键字来作为你造句的主要的内容 好,首先我们谈到人的话 我们可以说有bus driver 有tour guide 还有tour guide 就是大陆来的观光客 那他们都是passenger 就是这个公车 或者说游览车的乘客 游览车我们就说tour bus 那还有是消防人员 fire fighter 那发生的过程也有人目击 叫目击者 叫witness 那这些人就是victim 那victim他们的relatives 就是亲戚 必须过来处理这些事情 好,那这些乘客 后来都来不及救出来 所以他们都被烧焦了 烧焦的话 我们可以说chard c-h-a-r-r-e-d 就是后来加上去的chard bodies 或是burnt bodies 那也可以放在名词前面 或者是也可以用述词的方式 说bodies were badly charred 非常的可怜 然后谈论到是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公车烧起来之前 它其实是有冒出烟 就是give off smoke give off就是释放出 那烧起来我们可以说 to catch fire 然后冒出火焰 我们可以说 to burst into flames 就是火焰 那这个失火的原因 the cause of fire 我们可以说 如果不清楚的话 是unknown 那失火之后 就会有消防人员 过来扑面 扑面这个字 我们可以说 extinguish 那我们知道 烟火器就是叫做 fire extinguisher 如果我们用片语的话 我们可以说 put out 好 那还可以说的是 这个车子 它有撞到 高速公路旁边的护栏 我们可以说 to crash into a guard rail on a highway guard rail就是护栏 那这个意外事件 发生 我们搭配的动词 我们可以用accured 或者是took place 因为它已经发生过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用过去事 那这个是CNN的句子 它说 相关单位会 派遣 这种 一群人来过来处理 后续的事 帮助家庭 这些家庭 处理后续的事 handle the aftermath 好 再来我们讲实地物 时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们要提地点 是on a highway near桃园 international airport 这是在桃园国际机场 附近的高速公路上面 那物的话 好比说 emergency exit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也可以加进来 如果你找得到的话 紧急出口 紧急出口 好像被封死 所以他们都没办法逃出来 好 那我们就根据这些关键字 试着造一个句子 a tour bus carrying 24 Chinese tourists burst into flames on the way to 桃园 international airport healing all people on board 这是搭载24位 中国旅客的游览车 冒出火焰 就在往桃园国际机场的途中 那on board 就是说 在车上 或是在船上 或是在飞机上 都可以使用 就是 导致所有人 丧生 那这是老师 造的句子 各位同学可以根据我们 提供的关键字 去造句 然后 找其他人练习看看 或者是说 把这些句子 发展成一篇短文 发展成 passage 然后请老师修改 那你平常如果有这个习惯 keep a journal 就是养成 写passage的习惯 到时候讲话 或者是考试 就不怕没有谈论的内容 好 希望大家能够 从这个节目 学到一点东西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 有任何建立 欢迎提供宝贵的意见 我们下次再会 提供宝贵 李宗盖 次 今天